早上哈 我今天换了N95口罩 并不是说上海的疫情更加严重了 而是说我想要面部更加的保暖 因为今天看了一下天气 今天的气温又降了 大概只有个位数的 9度 今天只有9度 所以穿那个羊羔毛的外套 好特别暖和 现在出发去猪蕉脚 今天的阳光超级无敌好 我已经回到市中心了 现在下午3点钟吧 然后本来打算直接回家的 但是我跟星哥聊了一下 我决定来探一下他的班 给他搞个突然袭击 我在看这些杨树的叶子 应该是杨树吧 好像看不太出来 有这种红色绿色黄色好漂亮 让我想到了北京深秋的场面 哇你们这个楼好漂亮 当然 距离他下班还有两个多小时 我打算在星巴克工作一下下班 虽然没有那么紧急 但是怎么打发时间呢 这句话说出去显得我特别积极向上 我们刚刚在大重点屏上看到一个吃川菜的 叫什么什么小酒馆 感觉很像 很像那个耶 那个半步癫小酒馆 这还有蓝弯 但是 这一家店员还是挺多的 他给我们安排到了窗边 类似于吧台这样的位置 我感觉我现在离这个counter特别远 一会儿吃饭可能会滴到身上 我看评论说炒牛蛙很好吃 你吃牛蛙吗 来一个炒牛蛙 两菜要吗 辣子鸡要吗 我们的菜已经上齐了 你看那个辣子鸡超大一份 看着好好吃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牛蛙 干锅牛蛙吧 这个是我一直种草 期待很久的小炒汤圆 没有吃过这个 感觉应该会甜甜的很好吃吧 这个呢 这个呢是他之前吃过的荷包蛋腐竹 他说很好吃很下饭 我们要开动了 我现在几乎是站在了这里 因为这个位置太不舒服了 没有地方放腿 他拦了个恶号 他可能明天要出差 小酒馆开始唱歌呢 我现在站在这吃饭 你很像是我在这喝酒 你来跟我搭讪的 嘿嘿 What's up 小酒馆里面是有人住唱的 现在正在唱我最喜欢的《走马》 他因为刚刚得到了明天要出差的恶号 整个人已经嘴角向下了 强迫一笑 勉强微笑 不要一个礼拜见不到你了 还是先吃饭吧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我们又回他的公司了 你进去吧 因为 快回来拿电脑 明天要出差 现在我们就是来出租车回家了